尽管金亚科技在最近三天神盘之后都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,存在暂停上市风险提示性公告,但是A股市场的投资者依旧是任性大举卖入。 截止五盘,金亚科技报1.1元,涨幅为6.8%,在今天上午的盘中股价连续第三天冲击涨停。 在本周市场的行情里,除了市场挤着连续涨停的邀股外,金亚科技的股价表现可以说是A股市场中有一大亮点了,该股在最近四个交易日内涨幅超过30%,高居两市前十。 值得一提的是,创业完退市公司,加没有重新上市的机会,而根据金亚科技发布的风险提示公告中可以看到, 公司股票最后一个交易日为8月7日,也就是说,在今天收牌之后,还有7天的时间。 所以,投机资金有充足的时间,炒作一把退市股,然后大赚一笔离场。 有意思的是,A股市场中几乎所有的退市股,在退市之前,都会上演最后的疯狂。 在一个月之前,市场中的退市吉恩,就上演了连续涨停的走势。 在摘台前倒数第二个交易日,股价渐低冲高回落,最后一天已大跌结束了退市整理期之旅。 以此推测,要在最理想的情况下,金亚科技的股价可能在下周出现最后高位卖出的机会。 从股价走势来看,金亚科技在爆出造假后,股价从52元一路跌到0.8元一股,其中几乎很少有连续涨停的反弹。 而在退市前最后两周,该股走出三连板的走势,在某种营义上,可以堪成一种低价股的超跌反弹。 A股所有的低价股本周表现都不错,从日K线走势图就能看出,金亚科技就是本周低价股连续涨停板的龙头股,其他没有退市的低价股都成了跟风股,真是一个笑话。 金亚科技投资者中还出现了一条奇闻,一位新股民表示,第一次买股票,买一下最便宜的股票,星期二0.85元买了11700股。 今天1.13元全部卖掉了,赚了3200元。这样操作对吗?接下来还可以买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